去年11月成功在槟城获得热烈回响的 《想要生活节》 今年趁着这个公共假期 在首都举办大型的户外活动 集结脱口秀演唱会和全民论坛等文化表演 提升全民爱国情操的同时 更设立了市集推动旅游经济 受访的民众乐见国内类似的文化活动 得以大肆推广 成为国内一大旅游亮点 一起和记者陈伟伦走访活动的现场 感受欢乐的气氛 以想要让马来西亚更美好为主轴的 《想要生活节》2023 昨天开始在吉隆坡中央艺术房 捷运站出口的户外空地 展开为期三天的活动 主题STAT UP更是用最直白的方式 鼓励大家携手迈开步伐 用行动表达爱哺之意 随着五级缅登区国会议员方桂伦和首相政治秘书曾明凯等一众嘉宾抵达现场 活动更是以武士表演迎接 赢得到场民众的满堂喝彩 除了武士表演 开幕仪式还找来首集团带来击大乐器表演 鼓手们和到场者的互动 更是让现场气氛推向另一波高峰 想要生活节去年成功在槟城完成挑战后 今年更是配合马来西亚日 在首都号召各族人民一同参与其胜 活动策划人黄银银感言 在马来西亚举办文化艺术活动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他相信 只要有人愿意率先踏出第一步 伸扬爱国理念就不再是小众活动 而在鬼仔巷 则有一连三天从下午五点 至凌晨十二点的市集活动 借助我国的美食文化 不仅凝聚大马人 同时也吸引外国游客 前去体验本地的风土民情 受访者一致认为 无论是政府或民间 都应该多宣传推广这类活动 以成为文化艺术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我来自想要去市场街 然后刚好看到这边 好像跟着的到 比市场街跟着的到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转过来 我觉得马来西亚旅游局 需要做的更好 就宣传这方面 可能做的还不够 还不是那么好 有待改进 其实呢 是透过我们的这个 我去cafe 然后我就偶然看到这个的海报 就知道有这个的festival 所以我才跟着朋友一起过来 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多一点 因为如果说 不是透过我的朋友 或者是我偶然 今天我在这个cafe 看到这个海报 我也不会懂 有这样子的一个市集 比起之前 就是可能一年的不同 是不是只有那一两次 可是现在好像几乎就是 每个月就差不多三四次 每个礼拜可能都有一个市集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 其实推广一下这些文化 在这三天里 精彩的活动包括脱口秀 户外演唱会 全民论坛 纪录片放映会和工作坊等 可说是集合娱乐和公民意识的 全新面貌文化庆典 适逢马来西亚公家 主打携手创造 更美好马来西亚的 想要生活节2023呢 都有不同的活动 那借此来推高马来西亚的旅游经济 同时凝聚国人 团结异性 在这个公家 不妨和家人朋友 一起走走看看 吃吃喝喝 不为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活动 马兴社电视 陈伟伦 采访报道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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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